我们谈论到很多有关于除毛的一些基本的专业知识 那分享给各位 但是啊我们刚刚有提到有一个族群很辛苦 然后呢它是孕育生命的一个美好过程 那也就是因为孕育生命它身体上有很大的负担 那孕产妇除毛这个部分哦 有璐璐老师待会会帮我们做一个小小的分享 我们有好康的要来了 我自己本身是妈妈 妈妈真的很需要 妈妈很需要为什么呢 因为你知道吗 尤其是在要生产的那一个阶段 因为其实孕起它有分初期中期跟后期 其实我们每一个阶段它的荷尔蒙的改变都是不同的 所以其实只要是中期胎盘稳定之后 其实孕妈咪就可以来做除毛 在面临我们孕妇孕产妇生产的那一个阶段 哦你知道吗 有些其实倒也不是说护理人员他们不够细性 而是时间上的工作的效率 哦那当然我们都要剃除尺毛这个部分 我们亚洲人会用尺毛来讲这一块 那他们剃的手法跟方式 为了要效率要快速可能就没有那么好 没有那么的细心 对然后导致接下来你看又要排二路啊 又要有一些什么 又要进入到作业之的时刻 哦这个很很辛苦耶 然后如果这时候我们的皮肤又是受伤的 那不如早知道 我们亚前就应该要准备了 其实很多的孕妈咪其实在生第二胎的时候 会很积极的就是Google这个方面的讯息 可是在生第一胎的时候 他们可能比较比较手忙脚乱 比较不知道 原来事业需要除毛的手术之前 不管你要自然财还是婆婆财 生宝宝之前其实会拿一把十块钱的刮刀 就是帮你剃除毛这样子 那其实我们自己亲生过 就是我们经历过非常多的孕妈咪 他们跟我们聊的很多的苦水 所以让我们就是激起我们更想积极的 告诉全台湾的孕妈咪就是说 你必须知道你要生产之前是 你可以来做这个除毛 让你的孕期在怀孕的这个周期 是舒服的之外 在你生小孩之后不用被刮出来 真的 因为有时候你在阴臣的旁边 就是可能皮肤没有到那么紧绷的时候 可能会有点刮伤 刮伤的时候就会有所谓的隐形伤口的产生 隐形伤口产生之后 你在坐月子的时候 第一伤口就不舒服了嘛 又要照顾宝宝 真的 然后再加上毛长会又很次养 对就会非常非常辛苦 是爸爸比较没有办法体会的 真的 我另外想要请教露露老师 像你看到就是国外跟国内的除毛 除了害羞 然后还有气候这些差异之外 可以听说国外有很多的造型 情人节啊 或者是说 先生或者是男朋友的生日 会帮你做一个爱心的造型 或者是小箭头的造型 对是可以增加一点生活上的乐趣 这样子 有没有发现到 其实除毛它不是只是为了干净嘛 然后卫生方便 怕感染这些问题之外 它可以为我们生活带来乐趣 其实这些话题我们不需要再去避免它 而是很用开放的建议 就是有很有嘛 对 用这些角度去看待 那听说露露老师 待会会帮我们带来非常特别的一些操作 还有准备一些小 小示范 小道具的示范 而且那个道具名真的很可爱 都是铁熊 所以铁熊出任务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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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